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反对也很厉害 对 因为你和火转可以单打独斗 火转骑游是三班再赢的马尼 火转这次也会再跑 这里也吃着一点点 但最后才让他过 上一次就因为那片场地 上次的泥地 刚才Kitty也说过 12月4日是很利追的一个泥地 看看奖金大王 奖金大王蝕跑法形势 蝕了耐难的不利路段 而为你忠诚 应该是选择赛前有加油集 虽然可能是少少放缓功夫 几天而已 但没有问题 出回来 以为到了 但冰雪奇遇大家不要忘记 又是出折强组 而且他以往是宿内千二 四班人是很凶的 又不喜欢在内档 所以冰雪奇遇赢 也无话可算 但两只都是比较凶的马 这组都没有他们的对手 对 抽着四档 接近也很容易找到遮挡 转弯移出来一冲 希望能继续成立 马都会虽然是稳定的 船里多赛 大家不要忘记 其实是在泥地起家 今天好像是黎超星 玩得很好 或者是草地 但原来看之前 泥地很厉害 不过上一场亦是惊喜 上次惊喜 给大家一个赔率 有一个九倍 有空间落飞 何宅宅出门也很顺利 守着二叠 前面亦有一个比较足够的批绳 一骑下去 马爆起来 现在你赢完马 加7分 找黄俊减了5磅 抵消了5分 120磅 好跑的 还有前面多块马 他现在不是一匹 这么短短快的马 留着少少走也好 至少黄俊赢过 你又不用担心配搭不够 这只马 闪耀光芒上次 上次撕泥 好像完全抹了 好像都不剪步 伏货又如何 伏货的马 变化不大 三只马拍跳 他走着里面 那只位 捉住他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匹壮身的马 但也说POWER 那些马虽然泥地很专才 上次你抹了它 濕濕的泥 较早前 虽然中逸离那一局 都减了 磅了 因为赢的冠军上 未必很高 但如果在四重彩 三重彩配脚 怎样都会弄他 因为这场真的很快 很快的胚醒 很硬正的快马 还有 其实前面这么快 明正复星转过来 其实最近看到 改变的跑法 不再一味摆前 潘顿继续放手 又是加油集 刚刚星期二 整个换一换的配件 放得比较前 走着外当 马虽我觉得 去到这个阶段 有少许的进步 你看他上季或者季初 一直跑下去 好像都是至于近 不是很懂得追 这两局不是 跑谷草千二 放在潘顿上 他追很多 收服很多失地 上次那场 漫步速来 追不到雪涌神区 复本宝 这些货集 虽然现在有集 就像零礼一样 一队的魅力宝区 加上这一只 都是赛前整货集 看看是否这个星期日 交代时间 还有要想的 就是星洲进马 刚刚说起连卫星 其实这些组 很有机会冲上来 甚至赢 星洲进马 打黄牌 泥地千二 看看郭东来想什么 看看这场 我们选择什么 为你钟情 也算是四平八稳 所以四重彩都用它做胆 偷闲耀光芒 船里多彩 明晋复星 还有两只摆持的天竹猫 我们选择的马刀 有些接近 都是喜欢的 为你钟情 泥地没有板体 但居中前置的马 它也会比较安心 始终两场都是强早而来的 另外就是刚才喜欢 明晋复星这些马 都要留意 长金大王上一次 就是蚀的路段 和蚀的跑法 当日放头不好 但是回来也不能散开 看看今次的综艺 继续吧 接着看看第八场赛事 第八场赛事 就是二斑一千米的直路赛 对 这场新力宝退出了 只剩11匹马 跑直路赛 你说很专家 就不是很觉眼 不过这场预计 有一个很快的捕捉 经典之星和气生财 座元及带用中逆离减绑 预计队 会扯得很快 好像整阵的谷草 一千米又回来这边 又跑了 同赛程的 那么快 选择后追 电源之区 其实上季 跑过直路赛 跑了两次 跑了两次都跑得好 看看这场 平安宽升 同场 你看到他起步 其实他被人撞到三文字 蹲得很厚 出门就撞一撞 抹整只 失去平衡 但是这样都能够追上来 很少的 三班 这样撞完之后 再追上去赢 一定有个人之处 而且这些马 你看到跑直路 他不用转弯 一气呵成冲 效果是很好的 其实金卫赢了 之前有些谷草 下雨 这几天天气又不稳定 场地偏淋 我觉得电源之区 是有些帮助 你看到之前 苏绍辉 他斩柴 砍下去 很好反应 跟这些马是夹得 他最好 临场再下雨 再帮助 下雨跑 就特别是正 我看天气报告 就说天程 还有些马 其实之前跑直路 比赛都不错 近资腾云 今季保持得到 即是状态 保持到现在十二月中 都还有一份荣誉感 八岁的老马 季内都跟那些幸运有利 斗足整条直路 就鸟上鸟落而影输 但是转回去跑马地 一样肯追 追什么马 不是状元及帝 心知肯 那些都是谷草短土手 状元及帝 今次都会跑 都逐步逐步蠶食上来 表现都不是很差 而且近资腾云 至少他能保持到形状 加里跑开 都继续给他 这些是配脚 这场你说很硬 方线的马 我真的觉得不算好 找到 二班赢过的马 都不是很多只 必长胜 狀元及帝 狀元及帝 用中逆离 是有少少担心 会否又是早段走快 不断令弱 所以我选择 这些应该是冷门 必长胜 季内跑过一次 可惜是流鼻血 大家都说 文家梁 其实都连上今季 既然流鼻血的马 未退役 究竟可以走得多远 试回一些杂尼 看上季 其实跑1200米 这一场前面的马 你和什么马跑 金钻贵人 还有之前里面的进马风彩 进马风彩 今季已交到2V 必长胜 最后第四 我觉得不错 你对着这麽强的对手 今次 缩下来跑1000米 排着12档 很容易压到条欄 还有 之前必长胜 和姓德威风互有胜负 姓德威风今季的formline 也不错 希望今晚可以跑得好 最重要是去重宝 用报文 写缓少一点 做些杂尼 其实也不太差 来香港一出就赢直路赛 所以我觉得直路赛 对他来说 都可以应付到 还有一匹马 我上次跑完之后 我也是先分手 那只连年欢呼 我也在狗结 今次是否放下去 配脚 和必长胜选 我也是选了必长胜 交给阿涂 分手要狠 那就交给我 你怎样 连年欢呼 我喜欢他大胜 跑直路赛 今次除了配件 这些大胜马跑谷草 有时候会轮盡 但是季初阶段 1650 那天毕兰有很多马 其实已经扔出去 大外档追 就是外面 可能会很少 它就走着内栏的位置上 慢慢地 逐步逐步的传胜 但是现在缩程 是真的赚了 这些马 徐配件 又轻绑 今次两场直路赛 我也是追求方家拍 半拿门九秒 九加一只年年欢呼 你分手 我没试过跟他一拍即合 看看今次行不行 因为我不知怎样再说 我觉得上一次赛前试集 也很漂亮 结果跑得正硬的路程 其中一滴都没有 也不知怎样解释 以后厌 没有问题 所以今次突然脱下配件 跑直路变身 值得你 新鲜救 上次有得适合 紋眼罩不适合 今次都脱下 看看这场我们选择什么 电源之区都喜欢 批马跑直路赛 连人为了做胆 拖回狀元及帝 和近之坦云 这些直路赛都是 抠下那些篮门 好像有点薄 还有一只怡春辉煌 跑谷早几局 是失望了 直路赛 给一些新鲜感 跟连年富富一样 所以这些篮门 不妨拖着它 因为很多马 其实紧张 都跑得不近 薄一下这一只 因为必长性独营和位置 转抬回来看看 其他一场次